接着我们来编织这个圆底 那它非常简单 一样的加针原则 那我 我先起 四个锁针 一 二三四 头尾结合 接着呢 第一圈我们打六个短针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六 好 头尾结合 接着第二圈 在每一个针目上面呢 打两针 那第三圈呢 就是 加一针 第一个针目是短针 那第二个针目上面做两针 那以此类推 那我做到五或六圈 大概是这个大小 那你可以自己斟酌 斟酌 如果觉得太小呢 你就再增加圈数 那觉得刚刚差不多呢 你就小一点的圈数也没有关系 也就是看你要把它盖住多少这样子 好 那后续的话呢 我就不讲解了 好的 加针原则呢 非常的简单 那我完成这个圆形之后呢 我们再来做叶子 现在这个圆底呢 编织好了 那我们把它留一个长一点的线头 等一下来缝合 这样 好 那接着呢 我们来做叶子 叶子的涂 这边呢 起十七个锁针 好 一 二 三 四 好 起完之后呢 我们从这边开始做起 好 先做五个引拔针 先打一个锁针 然后呢 开始做引拔针 一 二 好 接着是一个短针 两个中长针 接下来六个长针 一 二 三 四 四 五 五 六 接着是中长针 然后短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针 接着呢 做一个引拔针 这样 然后再做一个锁针 然后绕回来 做一个锁针 然后呢 做引拔针 短针 中长针 中长针 六个长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然后 两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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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呢 再做引拔针 回到原来的地方 一 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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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三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等一下会被包在里面 所以稍微留一点点 把它拉紧 这个线头可以再剪掉 好,那这个线头呢 就把它藏到里面去 那现在呢 我们都已经完成 这个花朵的每个部位了 现在要开始来 把它组合起来 现在完成这个 织带呢 我们来把它绕成花朵的 样子 像这样子 然后在底部呢 把它缝合起来 那找到线头的位置 穿上缝针 那我们绕起来的时候呢 会看到的花瓣的 纹路呢 是最外圈这里 就是刚才打 第二行的地方 那正反面呢 都可以是 花朵的这个纹路 看你喜欢哪一面都可以 看你喜欢哪一面都可以 我觉得两面都很好看 那这次呢 我选择绕 这个 正面的花纹 当做被看到的这个 纹路 好 那我们找到这个线之后呢 比较小的花瓣 这边是中心 好 我们稍微绕一下 绕一个花蕊的样子 这样子 然后呢 翻到背面来 好 我们把它 固定起来 固定起来 因为这边 尽管 是 对 可是 你 有点 不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结合起来 那这个中芯的地方呢 你可以缝一些珠珠 或者是像我呢 这边有一个这个花芯 那这个花芯哪里买的呢 我在手艺行那边找不到 那在一般的书店呢 反而有买到 就是在那种 手作材料区的地方 那这个很便宜 好 那如果呢 你买不到这个花芯的话呢 你也可以像我一样 就是用串珠珠的方式 然后把它固定在这个中心 这样也会很好看 好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中心 固定好之后呢 我们接着要来缝 最后的地方 那我们把这个线头呢 收掉 那这个 叶子的部分呢 也把这个不要的线呢 收起来 把它藏起来 这个叶子呢 也把它收干净了 那我们来放位置 大概这样子好 可以自己调整 这样 稍微 你要缝叶子也可以 不缝也没关系 这样好了 大概是这个位置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盖上去 那多的线头呢 可以藏在里面 那这样子呢 也是把它缝一圈 这样就完成 这个花朵 好 好 现在呢 就整个完成了 好 我们把这个线头剪掉 好 那刚才这个中心呢 本来是白色的猪猪 我把它换掉了 因为我觉得 不好看 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介绍到这里 那希望你会喜欢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 欢迎你订阅分享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